好,我們現在再來看 你這個做完了 那也許你可能要再增加其他的 你可以再插入空白的投影片在這裡 有沒有,插入空白的投影片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標題 對不對 按一下,它就會再增加一個出來 那一樣的 移到前面是不是就從這邊播 反正輸出影片之後就是照這個播放的順序而已 播放順序,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如果你有文字或者是其他的圖片進來 它在這邊還有形狀可以用 有一些基本的形狀可以用 那這個一般我們在這邊 偶爾會用到 偶爾會用到,事實上這裡有一個效果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叫做 像這個標籤這裡有 那另外一個效果叫做 放大鏡 這個聚光燈 這裡 有沒有 插入聚光燈 怎麼叫聚光燈 焦點所在 因為有時候一段影片那麼多 我希望你看在某一個畫面而已 所以你可以這樣用 按一下 有沒有就只有這個地方比較亮 這樣了解嗎 嘿嘿嘿 所以如果萬一你有需要的也可以像這樣子 也可以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 參考一下 那還有一個 跟我們在做Propel一樣 這個要上一層下一層 怎麼辦 按右邊 有沒有叫顯示順序 有沒有 這個我應該就不用講了 看了就會了 所以你在物件上面或影片上面 上下 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 越疊越多層 反正下面就是時間軸 跟那個圖層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幫他做一個調整 還有一個情形 你在編輯影片的時候遇到的 我們現在是只有一段影片 所以可能各位不會發現這個情形 但是如果你有兩段三段影片 就會有一個情形 大小聲不一樣 也沒有可能 有喔 這個是常常出現的 兩邊黑大小 兩邊黑小小 這個其實如果你常常下載 那個MP3就知道了 啊 MP3的音樂 如果你每次下載都沒有調整音量 你 non-spot一直play 不是嗎 但是就會有的突然變得很大聲 有的就是比較小聲 所以我們好像有附另外一套軟體 給你調一樣大聲的 但是那是MP3的 我們要來講影片的 來我再插入另外一段影片 好 我來這邊找一段 ok 這一段好了 這個也是蠻經典的 這個有39分鐘 好 在這裡 好 現在我把它往後推一點點 你看 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音量差很多 看不太到 來看一下 這裡 這個是我們原本那一段影片 上面這個是我剛剛放進來的影片 它把音量有沒有視覺化了 看這個就知道大小聲了 有沒有 看得懂嗎 所以 問題來了 下面太大聲 上面是不是很小聲 怎麼辦 調整一下 對了 這樣這個效果 這樣就叫子母畫面 電視有的 電視有的 現在不是有這種 看A台 但是想另外一台在廣告 就順便關心一下走 我們來看 你要調整那個音量 你只要點到它 點到那一段 來這邊 有沒有一個聲音的 對不對 按一下它 就可以把它調大聲調小聲 這樣會的嗎 我放完了 點回來 有沒有 有點起色了 跟剛剛比起來這個比較大一點 不夠多 我們再按一次好了 在這邊 點到它 按一下 再更多一點 回來 有沒有更大聲一點 這樣清楚了 所以大小聲 因為已經視覺化 所以你大概用眼睛看 就可以接近了 除非你真的要很清楚 那就另當別論 但是這邊來講 應該這樣 比較不會讓你發現說 奇怪怎麼有的大小聲差那麼多 這是第二個 那麼第三個 PowerPoint 投影片之間 有沒有做動畫 可以做動畫 對不對 它這裡也有 所以如果你一定很強調 動畫的話 在下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轉場效果 有看到的嗎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的轉場效果 進去跟出來嗎 不過說真的 這裡面效果沒有很多 因為這本來就不是它要做的 它就是基本的有 淡入淡出之類的 這樣 好 最後 影片做好的 是不是要輸出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輸出 你從這邊 剛剛插入影片是從這裡 對不對 輸出在下面這邊 在這裡 你可以輸出成所謂的影片 也可以變成Fresh的Video FLV FLV就是這兩個 這個 那原則上 輸出成影片 這個是免費的功能 如果你要輸出成FLV 這個我記得是付費的 所以會加一個浮水印 會加一個浮水印 那我們就直接從這邊進來就好 按一下 就可以在這邊 選擇 你看輸出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格式 一般來講 可能大部分大家都會選MP4 知道什麼叫WebM嗎 HTML5的 影音格式 HTML5 那這個是Google瀏覽器 有支援的 但是火狐好像不支援 還是IE 就是一樣是HTML5 因為HTML5 就支援影片直接放進去 可是有的有之前 有的沒支援 那這個是Google主導 所以叫WebM 原則上我們可能就是用AVI或MP4 這樣就直接輸出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如果你做好就直接輸出 那輸出的順序 就是照你剛剛在那個時代的順序 就一張一張這樣輸出去 好 那我就把畫面 你自己稍微再看一下